我们下面再看一个例 注意 fx在这上的可导 反函数为gx 又满足了一个积分等式 求fx 这个题目跟前一个题有差别了 积分号里面还有参数 看出来吗 积分号里面还有参数 这个参数呢 我们要首先去做一个处理 就是引入一个区间变换 在这个变换之下呢 这个等式就变成了下一款等式 就这个积分变成这个积分了 而这个积分仍然和原来的x方 ln1加x这个相等了 这样的话 最后那个等号构成的这个方程 两边都是x的函数 根据 f可导 它的反函数 也应该是可导的 那么既然有反函数的话 反函数一定可导 那么两边关于x求导 再次注意到这个函数关系 那么就得到这一款结果 而这一款结果里面呢 也是当x不等于0的时候 得到这个结果 然后再把这个做积分 下面就跟前面类似了 做积分以后得到这个结果 fx在零处连续 所以呢 fx的极限就是c 又因为f0等于0 此时解除了c等于0 最后得到f的表达式 那这是f的表达式 那我们再看一个例吧 假设fx在一笔上可微 可微对一样含数来讲 可微就是可导 f一片非减 证明这个结果 我们这里又用到了一个方法 大家注意 要证明的这个不等式 实际上 这不等式的两端 是跟谁有关系啊 先把汉数关系搞清楚 跟哪些记号有关系 跟x有关系没有 跟x没有关系 跟什么有关系 跟a和b有关系 当然了还和f有关系 所以呢 我们此时呢 把a跟b两个给变 有一个参数 搞成变量 做一个一项处理 造了一个辅助函数 大家没看出来 把哪一个弄成x了 把b搞成x了 所以呢 现在x应该是在 a到b之间的某一点 相当于这样的一个意思 做了这个辅助函数以后呢 我们就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了 要正这个不等式的话 相当于要正本这个函数 单调 单调就可以 是吧 是单调增加 还是单调减少 应该是单调增加 因为b比a大 它只要单调 再进一步的0 x等于b就ok 是不是 那好了 先看初值 还记得我们说的那个 拉个狼热的 微分中的定位里面 我们说过一个叫做 初值加增减性的 分析方法 还记得吗 初值是0 自此之后单调增加 就爬坡了 是吧 如果初值 掌跃减不知道 终点是0 还是爬坡 爬到终点是0 我们曾经说过 老牛拉了一个货车 是吧 爬到山顶上 掏出一个 现代的一个仪器 海拔仪 一看海拔为0 那在此之前 它在一个 海拔为父的一个山坡上 在行走 对不对啊 这就是以前说过的 FA等于0 只需要证明 它是单调的 要证明Fx大于FA 这等于0就可以 所以呢 就求了导数 导数求完以后 是这个结果 注意 求这个导数 要把这个乘进去 还有一个A到X的积分 那求完导数以后 整理是这个结果 但是我们关心的呢 是F1'的正负号 知道吗 F1'的正负号 前面这个东西呢 比较好说了 后面是1分之1倍的X-A 这儿有一个F1'X 这儿有一个FX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有一个问题 有什么问题呢 把这个整理一下 变成这一块 把这个整理一下 变成这一块 变成这一块以后呢 这个F1'这边是F 那么就不好统一处理 但是别忘了 我们原来 拉个朗日导规则中的定理 中的定理 我们说过两大功能 一个是桥杆功能 一个是什么 链锁控制功能 还记得吗 此时呢 就是说 这个是F5 这个是F1' 根据桥杆功能 把这个东西写成这个 写成这个 然后这样的话 就产生了一个 什么情况呢 有一个公因子了 提出去2分之X减A F1'X减去F1'可塞 可塞在哪里 可塞在A到X之间 根据原来题目 给定的条件 有一个重要的条件 F1'非减 那么此时 这个结果就有了正符号 知道了吗 这是大F1' 大F1'就大于等于0 大于等于0的话 FA等于0 那么Fx就大于等于FA 到此为止 本题已经证明完了 知道吗 就是那个不等式的成议 已经证明完了 这就是定积分一边的概念 加上了我们原来的 拉格朗日 唯一分钟的定理 和有关的一些推论等等 来做的一个练习 定积分呢 大家注意 比边的概念比较多 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是定积分是一个数 并且定积分这个数呢 和一些情况有关系 我们经常用这个记号 A到B Fx dx 或是写成A到B FT dt 那么这个数呢 和F有关系 和A和B区间的大小 和位置有关系 但是我们又讲了一个情况 如果一旦积分的式子里面 还有一个参数 那么就除了和F有关 和AB有关以外 还要和什么有关系呢 和参数有关系 和参数有关系的时候呢 我们常常是要 处理这个参数 因为此时 就是如果还有参数的话 必须先处理参数 要先处理参数 不先处理参数的话 可能寸步难行 其他事情也都做不了 这个问题呢 我们上次讲过 就是说两个简单的情况 分成两种不同的情况 一种就是说 这个参数 还在贝极式的因子位置上 我说过这个吗 说过的啊 比如说我们再稍稍写一下 比如说 T-X F-X D-X A到B的积分 这个积分显然跟T有关系 是不是啊 T-X 把它乘到F-X上面去 就分解成两个积分 这个T呢 作为因子位置 是不是啊 它可以提出去的 我们听说过 它具有这个出镜的豁免权 免签证的 进去 出来都可以 这是根据什么 定积分 满足现运运算 那个T 虽然是参数 但是我们积分的时候 应该把它看作什么 常数 啊 这个概念很重要 这个X是不能提出去的 但是如果另外一种情况 这个呢 特别 它也是和X 和T有关的 一个结果 而这个里面的参数T 无法给它 从因子位置上 给它提到积分号外面去 我们上次说过 曾经说过 可以取一个非常简单的什么 区间变换 只要令 U等于T解X 然后 DU等于负的DX 要非常清楚地知道 X是积分变量 T是参数 那么 把这个放进去 这个积分 就可以把那个参数 调整到了上线 和下线的位置 是不是啊 这样的一些内容呢 希望大家要掌握好 那么下面我们看两个例题 第一个例 假设FX连续 F0不等于0 求一下这个极限 那么本体里面 涉及到的概念呢 主要是有一个 函参积分的一个处理方法 大家看到 极限的分式里面 叫分子分母 分别都含有参数 那X是参数 X是参数 T是积分变量 然后还涉及到 极限的分析 还有罗比达法则等等 还有变现积分的求导数 以及积分中的定理 是这样的一些概念 叫综合一点的一个题目 那么我们看到 这个里面分子上 T是积分变量 这个X就像我们刚才写的 它分子变成两个积分以后 它是不是可以进途自由了 它可以拿出去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工作呢 因为要求这个极限 我们有可能关于两个变成积分 要求导数 抽到积分号 要求导数的话 是关于谁求导数 一定是关于X求导 而X是参数 T是积分变量 那么在分母上呢 这个东西呢 是X准T在括号里边 这个东西不好拿出去的 是不是啊 所以呢 按照我说的那句话 就是要 首先处理参数 分子那个是容易做到的 但是分母这个 需要引入一个 变量替换 或者区间变换 我们曾经说过 相当于给它办一个出境手续 申请一个 申请一个签证 那么 取这个变换 那么分母上这个积分 就变成了这样的一款积分 这款积分实际上呢 就是可以写成 0到XFUODU 我们又重新写成了 0到XFTDT 这是不是合法 可以的吧 但是应该知道 这个T跟原来那个T 已经不一样了 是不是啊 不是一码事啊 这样的话 这个积分就变成了 分子上变成两项积分 而分母上呢 就是这个积分了 这样的话 我们说分子分母 我们就可以求一次导数了 戳掉积分号 那么分子的第一项求导数 是不是要用积分公式 X乘上0到X积分 这是两个函数的成绩 是不是啊 然后这个呢 导数是简单的 这个导数呢 也要用积分公式 积分公式求完导数以后 当然了 求导数的一个前提 就是说我们现在 我们想用罗比达法则 因为我们看到 当X取0的时候 背积函数都是连续的 它应该是变现积分 是一个可导函数 对吧 这是根据我们的基本定理 而且当X取0的时候 分子分母构成 0比0的一个基本状态 您看出来吗 这要非常信实地看出来 0比0的一个状态 所以呢 我们用了罗比达法则 做了一个试验 求了导数以后呢 分子上两项 有一项抵消掉了 那么剩下就是这个积分 和这个积分 但是仍然有积分号 此时要出到积分号 这一个有效办法 是用积分中值定理 看到了吗 0到X 中间取个中值 可塞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知道 这可塞的位置介于什么地方 0到X 当X取0的时候 可塞取0 是不是 这样的话呢 可塞取0 F可塞的极限就是F0 因为F是一个连续函数 对不对啊 F本身是连续的 这个也是 当然了 首先有一个X的公因子 大家看到 X取0的时候 不等于0 非0的因子 把它约掉 剩下三个F 虽然是 这个是FX 这个是F可塞 这个是F可塞 但是X取0 可塞取0 根据F的连续性 点连续概念 告诉我们 分别就都是F0 这样的话 极限就得到了 二分的一 所以这样的一个题目呢 对定积分的有关概念 做了进一步的一个练习 下面我们再看一个题 那么这个题目呢 是FX在这个正半轴上可导 F0等于0 反函数为GX 如果积分满足 这样的一个等式 我们来求FX 那么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要求这个F 根据给定的这个等式 显然我们必须把 积分号脱掉 才有可能求到FX 是不是啊 本题要脱掉积分号 又是有一个求导数的问题 但是如果要求导数 我们明显的看到 GX号里面还有参数 哪一个是参数 X是参数 对不对啊 所以呢 还是我那句话 首先处理参数 令T-X等于U BT等于BU 那么这个积分 就变成这个积分了 注意啊 这个定积分里面 你取着变量替换 一定要非常小心地 处给上下线 要跟着一块来变 不能光想到一个东西变 另外一个东西不变 那就是一个原则性的错误了 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 于是原来的等式 变成最后这个等号 构成的一个等式 大家能看出来吧 原来的等式 变成最后这个等号 构成的这个等于这个 到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关于 这个等式的两边 对X求导数 如果求导数的话 按照导数的一个运算规则 符合函数导数 这个FX呢 是一个函数了 那么求导数呢 FX本身也是可导的了 那么应该是把FX 放到U这个位置上去 然后再乘上F1平 是不是啊 但是放到U里边 放到这个G 括号U的位置上去 这个按照反函数的一个运算规则 它本身就是X 这一点清楚吗 这个我们讲函数概念的时候 讲过的啊 讲过的 这样的话 我们两边求导 就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 而这个结果呢 我们说当X不等于0的时候 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个X的公因子 X不等于0的时候 约去一个X 剩下F1平等于这个 那么根据不定积分 我们就可以求到F的原含数 不定积分 这个积分过程我没有写 因为积分过程非常简单的啊 但是FX呢 在0这一点处确实是连续的 那么我把这个式子两边取极限 让X趋于0 极限应该就是C 那么又因为给定了F0等于0 那么解除了最后C等于0 于是最后得到X的一个答案 这就是把F1给求出来了 好 下面我们再看一个小的例 这个例非常基本 我们讲了定积分的变量替换 有一组变换 专门为了改变区间位置和大小 对吧 叫做区间变换 我们说区间变换 在很多时候威力强大 可以处理各种不同的问题 那么我们来看一个 非常基本的小的题目 已经知道AB上的连续函数F 关于X等于1分之1加B对称 2分之1加B是不是AB的终点吧 是它终点 然后呢 我们来要证明这个等式 这等式大家看到 那个左边那个积分 等于右边的两倍 这是显然可见的吧 因为好对称嘛 有对称轴 但是怎么样用一个表达 把它给做出来呢 那么我们说根据对区间的可加性 我们把A到B写成一个 A到2分之1加B 因为这个终点嘛 我很显然我就插了一个分点 然后加一个2分之1加B 到B的积分 我们只要证明后者等于前者就可以 是不是啊 那么怎么做这个事情呢 非常简单 首先我们说F有一个对称轴 那么对后面的第二个积分 我们就可以把它进一步写成 这个结果 这是为什么呢 Fx有一个对称轴 我们讲函数的时候曾经说过 比如说有一个x等于A A不等于0 一个对称轴 此时一定可以写成Fx等于F括号2A 减x还记得吗 这就是根据那个函数概念 那么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呢 我们要证明这两个积分相等 我们就想到了 这里面A加B减x呢 我可以给引入一个新的变量 然后得到Dx等于负的Dt 于是这个积分就等于负的2分之A加B到A 是不是就等于A到2分之A加B FtDt对吧 于是第二个积分和第一个积分将等 那么就是得到这个结果 得到这个结果 1500门 r3 7 8 9